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坦克和飞机配备的 二战时期的军的战法是 战果都是装甲部队完成的 步兵是用来收尾的 不管是诺能坛还是二战初期 而且二战后期美军有几个团是日裔美军团 是唯一一个可以和德军死伤比一比一的 不过日军还是很难和德军相抗的 武装党类队扑楼师 1.9万人可以抵挡苏军 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下辖的四个集团军 共20多万人 请问日军哪个师团可以做到 就是比较战斗一支日军 也不会比德军强 而且纪律性德军更胜一筹 一门喊日军让苏联的二流部队打成那个样子 遇到德国部队只能全体欲碎了 德军步兵师的火力绝对比日军强 但也不宜忘记战术问题 德军步兵军事素养和战斗素质 战术能力在二战式较成一般的存在 而日军步兵战术层次停留在一战时期 首岛防御战利用坚固攻势和地形 进行防御一达三很正常 德军在东线一个团 挡住苏联一个是外加坦克支援 你让日军一个连队 在平原挡苏联装甲洪流试试 你看看日本那些75山炮和50毫米炮 能不能挡得住 德国虽然只有123艇轻机强 但是都是MG42或43 小鬼子就算有200多艇轻机强 弹斗他们是歪靶子 二战最好的轻机强 对二战最垃圾的轻机强 高下 力竭 哪怕数量上的国要少些 说到战斗一直不怕死 小日本确实不可小事 但德军的战斗素养 协同 后勤保障等等 绝对率小日本级条街 德军收拾日本甲种师团毫无悬念 在同级别指挥水平下 远程炮火打的日本火炮毫无还手之力 士兵受到炮火的无情蹂躏 中距离受到德国迫击炮拦阻屠杀 和重机枪点名清除 近距离受到冲锋枪 火焰喷射器 和手枪手榴弹的歼灭 日本出了偷袭 从林山地作战 还能占点便宜以外 其他的只能当炮灰和机枪靶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L cũng命更多责任编辑